买朋友新传业 我贴我贴 快来和我做朋友啊 居然有人买朋友 蛋糕随便吃 玩具还能随便玩 城堡免费住 开搜一箱宝石 哼 有发财了 我要宝宝 怎么还没有人来和我做朋友呢 难道是我给的还不够多吗 小贝 我们要和你做朋友 太好了 让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不行 我饿了 我要先吃饱才能和你玩 我要先玩最新款的玩具 这个我要 这个我也要 那好吧 现在可以陪我玩游戏了吗 嗯 现在 现在我们困了 要睡觉 你不会不让朋友睡觉吧 当然不会 我的城堡你们随便住 好软的床啊 我躺 我也躺 妈 你都把我弹起来了 你也把我弹起来了 真好玩 你们玩的真开心 我和你们一起玩吧 不用了 我们要睡觉了 那好吧 大宝黑暗魔王怎么还不行啊 怎么买了朋友 还是没人陪我玩呢 小贝 我们要离开了 我们做了你这么久的朋友 你还要给我们每人一起宝石 你还要给我们每人一起宝石 可是你们还没有和我一起玩啊 怎么 你不想给吗 不给的话 就再也买不到朋友了 不不不 给你给你 这才对吧 以后 以后我们还会来和你做朋友的 小贝真好逼 等我们把宝石画完了 就再来找他做朋友 我怎么还记得找不到朋友啊 你怎么哭了 要和我一起玩游戏吗 真的吗 那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的 傻瓜 教朋友要用真心 怎么能用宝石呢 可是 大宝说 小贝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他们只是为了骗你的宝石啊 可恶可恶 敢骗我 我饶不了他们 这个嘴巴怎么样 那这个 还是我来吧 这个好不好 那这个 你怎么都不满意啊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嘴巴 大宝现在没有嘴巴 我能够带你 那好 我再去给大宝 找一些新的嘴巴来 大宝 你的嘴巴到底是什么消失的 嗯 没有了嘴巴 你说不了话 也就不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 等一下最要紧的 是给你重新找个嘴巴 我来了 哎 哎 这是我重新找的嘴巴 快给大宝换上吧 换上这个试试 不行不行 这个和大宝一点都不搭 那咱试试这个 这个可以吗 大宝你喜欢吗 嗯 嗯 看来大宝不喜欢 那这个呢 嗯 嗯 你怎么也不喜欢呢 那你说 你自己的嘴巴在哪里 我去给你找回来 我知道是谁拿走了大宝的嘴巴 事情是这样的 香肠嘴香肠嘴 大宝 你说什么呢 不许你这么说我 我就说 黑暗魔王香肠嘴香肠嘴 可恶 你的嘴巴很好看是吧 那我就拿走你的嘴巴 就是这样 大宝嘲笑了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就拿走了大宝的嘴巴 什么 竟然是这样 大宝 你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一直说黑暗魔王是香肠嘴呢 别说大宝了 大宝虽然做的不对 但黑暗魔王也很可恶 怎么能说拿走嘴巴就拿走呢 大宝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黑暗魔王拿回你的嘴巴 黑暗魔王 你出来 干什么啊小雪 黑暗魔王 是不是你拿走了大宝的嘴巴 什么嘴巴 我不知道 还说你不知道 西娜都告诉我们了 你快把大宝的嘴巴还回来 哼 可恶的大宝 谁让他嘲笑我的呢 除非大宝给我道歉 要不然我是不会还给他嘴巴的 好 道歉也是要用嘴巴的 你先把大宝的嘴巴还回来 我答应你 大宝一定会给你道歉的 黑暗之力 好了 大宝的嘴巴回来了 你去看看吧 太好了 大宝 你的嘴巴真的回来了 谢谢你小雪 你是怎么从黑暗魔王那里 替我拿回嘴巴的 是我答应黑暗魔王把嘴巴还给你之后 你要向他道歉的 什么 我才不道歉 是黑暗魔王要向我道歉才对 好了好了 你们都做的不对 你们都要给对方道歉 大宝对不起 我不应该拿走你的嘴巴 黑暗魔王对不起 我不应该嘲笑你的嘴巴不好看 你以后 你可不许再说我的嘴巴吧 我知道了 赞关注 我们下次 我把叉子 把教室从学校里插走 教室怎么不见了 没有教室 我们就不用上课了吧 好吧 大家都回家吧 这个魔法叉子真好用 妈妈我想要新玩具 不行 天天只想着玩 等你考了一百分再说吧 你给我买玩具 我偏要玩 黑暗魔王的玩具最多了 看我把黑暗魔王的玩具柜插过来 这些限量玩具都是我的喽 我的玩具呢 怎么整个玩具柜都不见了 到底是谁干的 我刚写完的作业怎么不见了 我的零食怎么也消失了 小雪小贝 是不是你们拿走了我的玩具 不是我们 我们的东西刚刚还消失了呢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问问精灵宣词吧 小雪小贝 是大宝用魔法道具拿走了你们的东西 大宝怎么会有魔法道具呢 小贝 魔法道具是凯琳阿姨给大宝的 我们去问问凯琳阿姨吧 凯琳阿姨 你怎么又给大宝魔法道具啊 小雪小贝 你们说的是魔法叉子嘛 那天大宝帮我找到了我的扫帚 所以我才送给他当谢礼的 回忆之境 我故意把凯琳阿姨的扫帚藏起来了 只要我假装帮助他找到扫帚 凯琳阿姨为了感谢我 就会给我魔法道具了 凯琳阿姨 大宝现在总用这个叉子 插走我们的东西 大宝怎么能这样呢 真是太坏了 小雪小贝 我把这个魔法勺子给你们 被叉子插走的东西 只要用勺子碰一下 就会回到原本的位置了 插下一片云朵带回家 大宝快住手 大宝 你快把从我们身边拿走的东西还给我们 我才不呢 云朵我插 魔法勺子我碰 小雪 我要把你的勺子也用叉子插走 金灵之令 大宝 魔法道具不是让你用来欺负别人 拿走别人东西的 你更不应该欺骗凯琳阿姨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们就原谅我吧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们要 一个和尚挑要么挑水喝 两个和尚 抬要么抬水喝 三个和尚 三个和尚 小雪小辈大宝 这是你们的期末考试题 什么呀 老师 怎么是大水缸啊 这是什么意思 对呀老师 你们三个需要把水缸里填满水 就算你们考试是满分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考试开始 天黑火来检查作业 小雪大宝 咱们三个轮流去提水 这样就公平了 我先去 你们在这等我 走路 天黑之前才检查作业呢 现在时间还早着呢 我好困啊 我还是先睡一觉吧 小辈 你怎么在这里睡觉 黑暗魔王 关我呢 我不就问问吗 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要挑水回去了 挑水干嘛 这是我们的考试作业 那这样太不公平了吧 你和小雪是女孩子 大宝是男孩子 男孩子就应该多挑一点 你说的对啊黑暗魔王 要不然就太不公平了 我不挑了 我要让大宝先来 小辈姐姐 你怎么没有挑水回来啊 大宝 你是男孩子 你应该先去挑水 凭什么 因为你是男孩子 你就应该多干活 什么小辈 凭什么我是男孩子 我就要多挑水 小辈姐姐大宝 你们不要吵了 这样好了 我们三个一起去挑水吧 这样就公平了 我挑 我们一挑 三桶水 也太重了 我们怎么提回去啊 小雪小辈 你们俩是女孩子 所以 你们俩可以挑一桶水 脸魔王 你说的有道理 大宝 你是男孩子 你应该提这两桶水 挑什么 明明是我年龄最小 我应该提最少的 小辈年龄大 才应该提多的 大宝你说什么 你到底是不是男孩子 我不管 你们才应该提最多的 小辈姐姐大宝 天马上就黑了 我们可没有时间了 我们快提水回去吧 哼 我才不着急呢 我看大宝也一点都不着急 小辈也都不着急 那我也不着急 这可怎么办 小辈姐姐大宝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应该团集起来 这样才能完成期末考试作业 小辈姐姐大宝年龄小 我们应该让着年龄小的 大宝 我和小辈姐姐是女孩子 男孩子要勇敢保护女孩子 好吧 是我的不对 这样好了 我们并排走 一起抬着水 这样就公平了 好的 那我们该走吧 小辈小雪大宝 恭喜你们通过了考试 你们有学到什么吗 我学到了 不可以推卸责任 不讲道理 我觉得男孩子要勇敢有担当 小朋友们 只要大家团集起来 就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了 你们知道了吗